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童年的逆境 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的早年生活 二 医疗改革的先锋 南丁格尔的护理革命 三 永恒的光芒 南丁格尔的持久影响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童年的逆境 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的早年生活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揭开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 这位十九世纪的医疗界 摇滚明星的早年生活的神秘面纱 首先 让我们把时钟拨 回到1800年代的英国 一个充满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 和谨慎胸衣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 女性的理想职业 大概就是成为一位优雅的社交名媛 或者更好的说 是一位坐在家里绣化的装饰品 然而 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 这位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一首春天的田园交响曲的女士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南丁格尔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 他的父母 期望他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 过上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 但是 小南丁格尔似乎在摇篮里 就梦想着 用温度计和消毒计来拯救世界 而不是用茶杯和扇子 他对于帮助病人的热情 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发烧了 他的家人对他的护士梦想并不支持 甚至可以说是强烈反对 在那个时代 护士的工作被认为是低下的 不适合出身高贵的女性 但是 南丁格尔小姐对此不予理睬 她的决心坚如磐石 或者说 坚如她那时代的骨折群的钢圈 尽管面临家庭的反对 南丁格尔坚持自己的梦想 并在1851年 前往德国接受了护理培训 他的家人可能认为 他只是出去旅行 顺便学习一下 如何用绷带包扎 但他实际上 是在为自己的革命性事业打下基础 回到英国后 南丁格尔的护理事业开始起飞 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他领导了一支护士团队 大大改善了占地医院的卫生条件 他的工作不仅拯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 也彻底改变了公众对护理工作的看法 所以 尽管南丁格尔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充满了逆境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一个坚定的意志和一颗渴望帮助他人的心 也能够点亮希望的灯塔 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医院走廊里 而且 如果你足够坚持 你甚至可能会得到一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灯 就像南丁格尔灯那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医疗改革的先锋 南丁格尔的护理革命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被誉为现代护理质母的英国女士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跨越战场与医院的史诗级大片 只不过他手中的武器不是利剑 而是温柔的绷带和革命性的卫生理念 想象一下 19世纪中叶的医院 那是一个比现在的恐怖片还要吓人的地方 卫生条件堪比垃圾场 病房里的空气比伦敦的雾霾还要浓重 细菌和病毒在那里开着派对 而医生们则像是派对的DJ 不小心就可能把病人推向死亡的深渊 然后 南丁格尔小姐登场了 她可能是当时最不可能出现在战场上的人物 一位出身英国上层社会的淑女 但她却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她去了克里米亚战场的前线 那里的医疗条件简直是地域级别的 南丁格尔小姐不仅是个有爱心的天使 更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战士 她带领护士们清洁病房 改善通风 还亲自设计了一种可移动的病床 可以说是19世纪的ICU移动版 她的这些举措 大大降低了士兵的死亡率 也让她成为了英国国内的英雄 但她的革命远不止于此 回到英国后 她没有选择安逸的贵族生活 而是继续她的护理革命 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护士学校 将护理工作 从一种几乎等同于家政的工作 提升为一种专业的职业 她还是个数据可视化的先驱 使用统计图表来展示卫生条件 对健康的影响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前卫的 南丁格尔小姐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 只要有人愿意点亮一盏灯 就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永远改变了 人们对于医疗卫生的看法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医院里那些 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们 忙碌的身影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是从南丁格尔小姐 那双温柔而坚定的手开始的 她不仅是护士们的骄傲 也是所有改变世界的 梦想家们的榜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永恒的光芒 南丁格尔的持久影响 各位听众 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名字 听起来就像是一手下 日田圆曲的女士 南丁格尔 或者更贴切地说 护理界的摇滚明星 首先 让我们把时钟波回到19世纪 那个联手术士 都比现在的恐怖片 还要惊悚的时代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进了医院 那么恭喜你 你可能刚踏入了一个 比战场还要危险的地方 卫生条件堪比现代人的噩梦 细菌和感染是医院的常客 而护士 嗯 他们的形象 可能更接近酒吧女郎 而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然而 在这样的黑暗时代 出现了一道永恒的光芒 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 这位出生于 富裕家庭的女士 本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 上流社会生活 但她却选择了 护理这条道路 这在当时 可是一个相当非主流的选择 就像是你告诉你的父母 你要放弃哈佛的录取 去追求街头说唱一样 南丁格尔小姐 不仅仅是一位护士 她更是一位革命家 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工作 尤其是她对军医院的改革 大大降低了士兵的死亡率 她用统计数据说话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前卫的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 对于数据的概念 还停留在数一数口袋里的 硬币阶段 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她 成为了护理教育的先驱 开创了现代护理的先河 她的名字 不仅仅代表了一个人 更是一个品牌 一个运动 一个信仰 她证明了 护理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而是一门科学 一种艺术 一种呼唤 现在 当我们在医院看到那些 专业的护士们穿梭在病房间 用他们的专业 知识和温柔的手艺照顾病人时 我们可以感谢南丁格尔小姐 她不仅仅点亮了 19世纪的黑暗 她的光芒穿越时空 照亮了今天 并且将持续照亮未来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位护士时 不妨想一想 她们身上流淌住的 不仅仅是专业和慈悲 还有一位伟大女性的遗产 那就是南丁格尔的永恒光芒 对于南丁格尔的早年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她不仅克服了 当时社会对女性职业的束缚 还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护士 她的坚定意志和热情 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医疗界 也为后世的护理工作者们 树立了榜样 南丁格尔的护理革命 可以说是一场医疗界的风暴 她改变了当时病院的卫生环境 提升了护理工作的地位 并且创立了护理学校 她的影响力延伸到今天 护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 而受尊敬的职业 这都要归功于南丁格尔的努力 和她对医疗改革的贡献 当然 南丁格尔的影响 不仅止于医疗界 她的故事还激励着人们 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向我们展示了 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够做出非凡成就的力量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 即使遇到困难和反对 我们也能够改变世界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南丁格尔的故事 不仅是一个关于她个人的传记 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和改变的故事 我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启发你们 激发你们的创造力和勇气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并且对南丁格尔的故事 有了更深的了解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南丁格尔的故事 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你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故事 想要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 分享我们的想法和见解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和故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